各位 我们的祷告 第一个所要确认的事情 是 全能 全知 全善的那位神 祂是好的神 祂看透我们的生命 祂也认识我们 多过我们自己认识自己 所以有时候我们求的时候 祂也知道我们求的 真的意思 更多的意思 所以我们祷告之前 祂也知道 祷告之中 祂也知道 祷告之后 祂也知道 我们的需要 所以 因为 这个香蕉 祷告是一个交通 是一个奥秘来的 我们与神之间 虽然祂是认识我们 但是祷告本身 怎么样是一个奥秘呢 因为是一个交通 各位 当我们跟一个人 谈话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心怀意念会相差 然后会交换 我们与神之间也是一样 这个叫交通 神的心怀意念 我的这个心怀意念 常常相差 也相相换 交换 交灵交感这样 直到一致 直到我们的心 就是合了神的心意为止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了 刚才我们也读了几书经文 圆安一书3章21-22 这里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祂得着 好 因为我们遵守祂的命令 行祂属喜悦的事 各位 这里呢 所要说的 如果神 喜悦我们的生命的话 这个换一句话说 包括 我们有确定的心 对不对 我们遵行祂的命令 我们也行祂喜悦的事 所以那时候呢 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被动的 会产生一些所愿祷告题目 各位会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圣灵感动我们的 甚至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讲祷告 但是在我们里面呢 会发出一些感动 所以圣经很多地方说 连这个祷告题目 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 这个祷告题目 对不对 那 检查我们心的是谁呢 其实是一个良知 我们听了神的话 听了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检查 在我们的心中 有一个良知 在一直在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各位问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不软弱吗 我们真的能够坦然无惧吗 我们做对 我们遵行 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爱我 这个是可以讲的 我爱神 这个好难讲 各位会不会这样发现 所以各位 我们有时候不敢 这个也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讲 我们怎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们无论什么祷告题目也好 当然我们是依着神的旨意 但是依着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向上帝求 也按着神的旨意求 但是有时候我们求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好像有点不太对 我们的动结好像 会不会有点为了自己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祂的义 但是神的话是两人的贱 一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良知也告诉我们 可能我们自己都有一点 对神有一点欠债 对不对 有一点债务之心 为什么圣经用债不用罪 等一下我们读一下主导文 再读一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为什么上帝不叫罪 叫债 债跟罪有一点不一样 有时候你应该行的 你没有行 虽然不是罪 也欠债的 对不对 所以上帝要求的很奇妙 但是这里说 上帝是看内心的 有时候我们软弱 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 我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挣扎过 已经寻求过 所以上帝看内心的时候 祂是会听到我们的恳求 祂会看到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心没有对罪有意识到 有问题 如果我们对这个债务没有感觉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 不可以说我们是干净的了 对不对 我们对罪有感觉 因为我们对圣洁的上帝有感觉 但是我们那时候 心里面好像不太好 不代表说 上帝不知道 上帝知道 其实那时候 我们感觉到不好 但是上帝很喜悦我们 对不对 很喜悦我们 所以上帝看的是内心 上帝看的是内心 所以圣经说 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有圣灵帮助 真理的圣灵 他们会为我们代求 给我们感动来祷告 对不对 而且这个真理的圣灵 它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的 所以我们大可放心 所以现在 总而言之来讲 问题现在就剩下一个了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的心没有受责备来到这个神的面前 对不对 我们心不受责备的话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切所祷告的事情 我们知道不只是被听而已 神会答应的 答应的 所以这个整个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怎么知道 再说一次 怎么心里不受责备呢 其实有一个奥秘 在基督里面 其实呢 圣灵为我们代求的时候 同时间 基督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 在罗马书8章那里 基督在我们的神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的时候 同时间 8章34节 这样说嘛 对不对 所以8章35节说 所以 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呢 隔绝呢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主题也可以 神能喜悦我们的生命 的那个祷告 这个主题其实也可以 所以 祂为我们死 耶稣基督祂的那个挽回祭 为我们死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没有一件事 叫我们能够以神的爱隔绝 就是在我们的心中里面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抓住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各位 当然我们讲 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 刚才我说交灵交感 甚至有交叉 有交换那个心怀意念嘛 对不对 跟神之间的 各位 我们都有一些祷告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 我们很想 试透于圣灵的感动 诗歌啊这些事情 对 当然有时候我们讲圣灵 我们讲真理 按着神学来说 圣灵是神的话指教 圣灵叫我们提醒神的话 对不对 还有在圣经每一个地方讲到圣灵 总是有提到神的话的 按照神学 按照圣经来说 圣灵的感动讲的时候 都是跟神的话一起讲的 但是在祷告的时候 不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 神的话先 圣灵的感动先 这是有时候 不是不可以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的 各位要感觉到 祷告 对不对 有时候你得到一个感觉了 好像没有什么神的话的真理在 但是你有一个意识到 你不得不得那时候赶快要祷告 对不对 有的 所以 但是呢 当我们在教导的时候 我们在教导的时候 如果我们爱神 爱神的国 爱神的子民 有时候我们不能只有说 我们靠圣灵 我们讲圣灵 这样 因为我们教导的时候 我们讲 我们教导圣灵 讲圣灵的事情 我们越教导下面来的人呢 他们会辩差的 对神的教会 对神的子民 会有负责任 然后有谨慎异端学说的话 他们会对圣灵讲的时候呢 非常警戒 必定要跟神的话一起讲 甚至我们讲 圣灵也是借着神的话 来一切所说明的 各位会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 我们是这样子说 在祷告里面呢 圣灵 真理呢 这个方面很难说 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有时候我们要祷告的话 不能够只有按着神的真理 然后祷告 这样的话太死板了 不灵活 对不对 但是教导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要有一个意思 好像比如说我们得到一个感动 我们得了感动过后 我们回到圣经查 查一下 连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有罪 对不对 有一个罪无感 我们也不要陷进那种 哇 这里有很多罪 好像很不对 好像欠很多债 这些 不要留在这种感觉的光景 虽然是有 可能上帝叫我赶快要来到神的面前 有 但是呢 我们还是回到真相 真理 真实的 肢体生活也好 翻开圣经也好 神怎么说 神说 祂赦免你 就赦免你了 为什么那时候感觉还是不好呢 你回到神的话 一定是你认识圣经 认识神的话 认识福音 有点差异 有点问题 从那个地方呢 你那个地方有一个意思 来再祷告 这个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主导文好吗 这个主导文 所以刚才我说了 这个主导文 刚才我说了 那个心不咒责备 但是我看一下主导文 怎样祷告 好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 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15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好我们停在这里一下 各位所以这里呢 有一个献祭 对不对 祷告有一个献祭 主啊 我们天上的父啊 愿人 对不对 愿人的旨意 有一个献祭 上帝叫我们献祭的时候 不要我们一半半做 一半的心 上帝要我们全部 上帝要我们全部的生命 全部的心意 你说 哎呀 有时候我都不是很想 我的心也没有那么的爱主 连你这个也是上帝要 上帝要你的破碎 上帝要你的不够 你的不够也交给主 上帝要的是这个 上帝不是要你假 上帝要你的全部 所以各位 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的献祭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祷告的信息 对不对 祷告即便是一个献祭 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祂是掌权者 祂是听祷告的父神 祂是要让祂的旨意显明 所以我们不够 所以我们才要确认祂 反思祂 检讨祂 查验祂 要认识祂怎样在我们的心中 在这个地上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环境正在做什么 对不对 然后第11节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OK 这里就是我们第二个的祷告信息 对不对 所以这里 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尽量要祷告 其实上帝很喜欢我们对祂说话 祂盼望我们多向祂祈求 多期待祂 当然我们要装备自己 但是装备自己过后 祂要按照我们的心意 我们所想的 所愿的 要讲出来 要祷告出来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 要我们这样做 因为上帝要听 第一是上帝要听 第二是上帝很关心我们 所以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心 上帝也才会知道 我们才会知道 上帝知道 需要这个事情 对不对 我们日用的饮食 这个有很多的意思 对不对 日用的饮食 有可能是我们的需要 可能是我们的向往 可能别人有 但是自己没有的时候 感觉好像突然间有一个需要感 这个也有 要我们祷告出来 我们祷告出来 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心 我们祷告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遇见到一些的现实 一些现实 好像比如说 我记得初美姐 她说过 我为我的家人祷告 信耶稣 福音 但是她跟我说 正好 祷告了 他们没有改变 怎么办 她这样说 但是你看 如果没有这样祷告的话 她怎么会问 对不对 她怎么会遇到现实 她可以做什么 她一直在问自己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各位会理解吗 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缺少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那个现实 所以上帝要我们祷告 所以有一个很现实的地方就来了 记十二节 免我的债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里我们看这个经文 停一下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所以这个很奇妙 各位想 耶稣基督借着保血 已经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了 对不对 为什么耶稣基督 我自己甚至这样想 为什么耶稣基督 不要我们祷告说 叫我们能够免人的债 如同你已经免了我的债 为什么上帝不要叫我们这样祷告啊 各位有没有想过 既然上帝已经免了我的债 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要 为什么不要倒反过来 为什么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 反正这样 叫我们这样祷告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好像祷告祷告祷告 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不能够倒到下去 停在那里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各位 今天整个的信息就在这里了 我们要讨神喜悦的生命呢 我们怎么知道 就在这个 这个最债的这个事情 免债的这个事情 各位 我这样说 我们要了解福音信息 当然整个福音信息最高峰就是十字架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受怜悯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要了解福音的经义 福音的经义 福音的经义呢 如果你没有跟人的关系来了解的话 我们不会明白什么叫做赦罪之恩 因为赦罪之恩呢 福音的信息呢 是跟关系很有关 很有重要的 很关键的 我们一切人的问题 不开心等等 你说你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开心 不幸福 其实都是关系上的问题 以神 以人的关系的这个问题 其实福音的强调点 是在关系的恢复 关系恢复到正常 福音是讲赦免 福音是讲和睦 和睦 和睦 和好了 整本圣经 甚至是旧约 全部要讲的就是 关系 赦免 回和睦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的话 我们不会了解 为什么有福音 不了解福音 为什么福音要献祭 对不对 因为人的罪在面前 这个罪是对人对什么犯的 对人犯的 所以各位了解 圣经说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对不对 但是那里继续说的是 人若说我爱神 但是不能够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没有办法看见神 你自己的一个弟兄 都不能够爱 你怎么能够说你看见神呢 所以我这样说 我把这个东西列出来一下 爱是从神来 然后这个爱呢 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爱累积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爱人 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爱神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这样说 所以这里 金节所要说的 免我们的在的意思 就是说让我能够爱你 让我能够爱你 不只是有罪 我不做有罪的东西就好 是叫我们能够爱你 免我们的在的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里用在 这个不是讲罪 在我们基督徒里面 新约的基督徒里面 不只是讲不犯罪 对不对 我刚才说了 如果圣灵告诉你的 你心中里面已经有感动了 但是你不去做 虽然不是罪 已经欠了债了 所以要免债 我们要遵行主的旨意 我们要爱神 爱不到的时候 主免债 然后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爱人 看得见的 我们怎么能够 主啊 求你免我们的债 怎么能够呢 对不对 我这样说 各位会比较会了解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所以免人的债也是 爱人的意思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就会赦免他们 一切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不是要说 我们还没有到 我们能不能够免人的债 等下我们再解决这个事情 我当然知道 这个事情没这么容易 我们活在这个今世里面 但是这里要说的 如果我们要爱神 我们甚至能够坦然无惧 能够向神在祷告里面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当你能够这样说的时候 你知道上帝一定会听 对不对 你心里面也会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意思 我们要能够爱神 我们一定要能够爱人 十三节我们继续读 不要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这个呢 可能下个星期的 最后一个祷告信息 我们再看 第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的父神也必饶恕你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你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 所以各位有没有想 很奇怪 在祷告文过后 主祷文过后 十四节十五节 马上有这个 甚至好像似乎是告诉我们 整个主祷文的整体内容 都是告诉我们怎样免在 得饶恕、爱主的 这个祷告来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都是在讲这个的 饶恕、饶恕 就是祷告就是一种献祭来的 献祭 为了得饶恕 为了饶恕的 为了爱神 这个的意思 所以在祷告里面 很重要的是我们 对神、对人 有正确的恢复 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 我们要认识祷告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认识神 要爱神这个方面 要得饶、免在这个方面 我们甚至要感觉到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是客旅 我们是寄居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有时候 与我们的家庭 有时候感觉到 好像比较相似 但是各位不要这样想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 其实肢体虽然有很多的不一样 有很多的差异 但是其实才是 比我们的骨肉至亲 还要轻的 还有更多的 同点、相似的地方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 也一直在强调 也一直在祷告 我们新上基督生命堂呢 就是恢复与肢体之间的 就是不断的前进 肢体之间的那个关系 彼此相爱方面 其实有很多奥昧在里面 各位不要抽象的明白这个事情 你要进入到知心知己的一个肢体的话 中间一定要遇到难处的 不然的话 你就以为 就是呼呵呵 然后大概大概 你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关系 没有真的发展过 对 但是 当然 在当中里面 我们也祷告主 不要太过多饿到 多饿到 过于到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得住 对不对 所以 给我们看一看这个奖章 主导文的整体内容 似乎是指向免债和饶恕的奥秘 所以我们能够 能够超越我们自己良心的 其实 还有这个圣明 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赦罪之恩 赦罪 赦罪免债的这个事情 这里说 人类一切的问题 人一切的问题 人类一切的问题 都是与神与人的关系的问题 这个是在创世纪三章的这个事情 创世纪三章就是 亚当夏娃的事情 从那时候开始 最临到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一切的问题 那时候开始就破裂了 怪责任 推卸责任 这些事情 各位我们想 第一个破裂是跟神 第二个呢 就是跟我们家庭 人类了 各位如果 你心里面有一点苦楚的话 有点不开心的话 其实不是因为 你没有工作 不够钱 生活里面没有意义 或者是得到 没有更好的 多一点认识的朋友们 你的联络网不够多 或者是你在人生里面 不够成就 其实不是这个 真正里面 因为你心里面有一点苦楚 更要感受到 有不开心的话 其实是跟 神跟人的关系 的问题来的 所以这样说 所以罪跟内疚 尚未解除 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 发现神的爱 各位 我们的罪 还有这个罪物感 就是这个内疚感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一个是罪 一个是罪物感 对不对 有时候犯了罪 还是有那个罪物感 这个是很可怕的 这个是叫我们怕神 远离神 叫我们没有办法发现 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远离的关系 叫我们没有办法 也发现神的爱 神的恩典 甚至不能够感恩 因为不能够感恩 我们陷进去更自卑 更埋怨 跟灰心的那个状态 结果越来越没有力量 无能为力 所以 没有办法的 就进到撒旦的那个捆绑里面 做了努力 各位 我们在个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带出来 对不对 对比较老年人 比较保守的人 你跟他说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慈爱的神 神是不喜欢不义 喜欢真理 讲这个的时候 讲到福音 所以人能够亲近神 通常保守的人 还有老年人 比较有年纪的人 他们很喜欢这样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看了这个世界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呢 通常保守的人 然后老年人 他们听了这个的时候 他们可能来到神的面前 也是因为一个惧怕 怕等下做错 所以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比较好 对不对 有一点这样 所以我们跟他们解释的时候 也要带出神的爱 神的爱 对不对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爱 但对年轻人呢 我们讲神的真理 犯罪这些 他们听都听不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怎样解释 这个罪是有刑罚的 罪是叫人捆绑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多要跟他们讲的 什么叫罪 罪的解释是捆绑奴铺 对不对 你做的奴隶 所以你的激情 你知道你需要很多 但是因为这些的问题捆绑了你 所以你不能够成就所应该成就的 你有很多东西想做 对不对 但是很多阻挡你 对不对 自卑感 内疚感 这些东西一直困帮你 对不对 这是对年轻人要这样 他们才可以体会 对不对 所以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 这个第一点 所以各位 因为有这些事情 所以罪就显多了 犯更多的罪 不止这样 有更多的刑罚在自己的身上 直到我们的心灵 遇见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与神和睦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恶性循环 转到这个善性循环的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打破 对不对 我们要 我们老年人也好 年轻人也好 其实都想打破 恶性循环的那个问题 要转到善性的那个地方 我们也要 我们要打破这个事情 但是直到遇到耶稣基督十字架 没有办法 所以呢 这里讲说第二 所以无法恢复 与人和好的那个关系 第一是与神嘛 所以第二 与人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进到那个地狱的光景 各位 地狱的光景是怎样的呢 就好像这样 你没有得到神的爱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与人的那个关系 有一些的潜能 有一些的能够恢复的那个地方 你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光 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 一个问题变成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变成更多的问题 在家庭里面更多的问题恶劣化 对不对 各位 耶稣基督祂为人舍命 为我舍命 这个爱 这个牺牲的爱 如果没有产生的话 人怎么会开始想要牺牲 人有要求的时候 好了好了 让步 人在竞争的时候 好了好了 让步 给多一点让步 人润断我的时候 不会想到牺牲 因为基督的牺牲 对不对 的爱 才会能够叫你 开始有一个想 要牺牲 不管人好坏 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 没有办法脱离的 所以耶稣基督祂的牺牲之爱 最残酷的那个地方 临到我们的时候 才会开始想 这个是地狱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牺牲之爱 人的光景就是进到这个地狱里面 所以关键 关键是直到你还清 我这样说 你怎样论断人 也被人论断 也被论断 这个圣经的话 这是很正确的一个话语 各位 主自己耶稣基督也这样说 蒙了一千万银子之在的 都能够 他已经怜悯你了 为什么你不能够怜悯 食银子 在地上的人呢 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直到你还清全部的债 直到你还清你的债 不然就是 你全然的怜悯别人 对你的债务 各位 直到这个地方 你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爱 基督的怜悯 所以你一直挣扎 挣扎 好了 你去继续还 神就告诉我们 你继续遇到那个刑罚 继续遇到那个挣扎 那个矛盾 那个妒忌 那个凶杀 甚至这样的 这个捆绑的状态 直到那个地步 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基督的怜悯 那个免债之恩 你才会发现 那时候 你同时才会发现 还清了 还清了 别人也还清了 你也还清了 这个的意思 直到这个地步 第二个 所以各位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 是 为什么主导文 好像是设罪免债的这个事情 因为福音的本质和大能 其实都在这个人际关系的恢复上 对 我们的关系呢 是神安排的 OK 神是爱 我们的关系都是神安排的 我们家人这些 都是神安排的 神是爱 他这个爱呢 很奇妙 他借着一个人 亚当 然后造 一个女人 然后从那个地方 对不对 都是从一个人 然后在生产 然后从那个地方生产 所以其实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 很关心的事情 就是 因着爱来生产 的 这个是上帝最关心的 连传福音也是 你传 其实如果没有爱的传 这不叫传福音 你怜悯 来传 你有一个牧人之心 传 你生孩子 对不对 他生孩子 因为爱而生 这是上帝最关心的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上帝很伤心 是这个意思 所以 因为这个是上帝最关心的事情 所以 撒旦 罪 咒诅 刑法 这些全部专注的就是要 攻打这个事情 就是要解除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弄坏 我们与神之间怎样恢复呢 接着基督 其实基督恢复 全部的关系 然后发展一切的关系 都是接着基督的 我这里有一个快快说 甚至我们到天家 我们将来 也是以这个关系为中心 发展来做新事的 所以各位不要忘记这个关系 我们在新山里面 人比较远 对不对 人住的地方也比较远 比较偏 我们甚至有很远来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有冠冕 来到这里我们也一起祷告 那这样的时候呢 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其实为了一个肢体 为了一个肢体 这些全部都是为了一个关系 我们不要忘记关系 我们这么远都是为了一个关系 对不对 不是基督信仰也是 相聚也是为了一个关系 各位想 我们这么多人去到新加坡 去上班然后回来 那个原来的那个理由 都是为了关系 家人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家人有点烦 出去 出去的时候也是找朋友 对 也是为了关系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心中里面 其实讲爱 是一个好像要得到爱 但是其实我们要的 不是只是一个被疼爱而已 我们要的是关系 关系 我们跟神跟人 关系 跟神的意思 你可以肯定自己 跟人 你知道 关系 所以 神 这里这样说 神要重用圣徒 在人际关系上一定会遇到严重的一个问题的 特别是圣徒 OK 各位 这是严重的关系 严重的这个问题一定会发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答案 我们需要见证 才能够彼此之间更深一个地步发展关系 还有呢 也是为了传福音 传福音 传更贴切的这个福音 我们跟神关系恢复的时候 就是 从怕神怕死之中出来 但是我们 要跟家人 跟肢体恢复关系呢 我们要懂得怎样爱 怎样生活 怎样讲话 怎样打交道 对不对 各位 最近呢 也不是最近 就是渐渐的我跟立文章 立文章现在教主学 我跟我妻子呢 开始的时候 她是 那些会感觉比较温柔这样 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她讲话越来越多 然后呢 她跟我吵架越来越多 这样 然后开始的时候我就很苦恼 有点烦恼 其实不是应该舒服的吗 甚至 甚至这样 是不是这样也没有怎么见证啊 甚至是这样 但是我想了想 上帝感动我 我感谢主 我不是要她更坚强吗 如果她在别人面前 每次被人压 这些还是什么 讲话没有人注意还是什么 但是至少她可以向我 然后要我的注意力 这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发现 这个可能也不错 这个是她坚强起来 有能力了 有这样的 所以我学了在圣经里面的相爱 这些我们都要经历 都要经历 怎样交换 怎样谈话 怎样相爱 不是字句方面的 对不对 不是字句方面 我们有时候 很多地方里面为了要得到那个经义 在那个经义里面 所以要懂得怎样 怎样商量 怎样讲话 怎样相爱 这样的时候很奇妙 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感觉 好像比较像男人 怎样说呢 她多讲 我多听 然后她多给了意见 OK 这样 所以我反正觉得 很细节的东西 让她处理 慢慢有点讲 所以各位 很重要是我们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在人际关系方面 不要灰心 虽然有严重的问题 有时候是严重的 有时候不严重 对不对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要灰心 因为灰心的时候 可能会叫我们怀疑 就是有一些对神 对我们的爱疑惑 对 哎呀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问题 神不爱我吗 这些 就有这个问题 我们要保守心怀意念 然后从应许 从定见来发展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从一样的一个 严重的问题呢 一样的一个问题 里面呢 却能够找到机会 因为好行为 叫她欠你的债 这个我解释多一点 这个方面我解释多一点 这个是各位记得有约瑟的故事吗 约瑟的故事 昨天我讲一点 约瑟和他的弟兄 约瑟是看到弟兄们的问题 对不对 弟兄都是要杀他 甚至把他丢在这个坑里面 约瑟是看到人的问题 人的罪性 人的那个软弱 然后他看见神的怜悯 神的救恩 所以他寻求靠近主 亲近主 一样的问题对不对 但是他的弟兄怎样 他们的弟兄们 十个弟兄们看到约瑟 这个弟兄每天就穿彩色衣服 每天就好像拍爸爸马屁 然后就每次好像打小报告 所以他们弟兄们都看见人的软弱 但是他们看见人的软弱的时候 反正他们被绊倒了 一样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看见应许 还是被绊倒 对不对 被绊倒了 一样的问题 但是所以 所以很重要是这样 约瑟的弟兄 有一天他们明白了 然后他们也悔改了 他们悔改的时候 他们明白自己不能够和睦 他们悔改了 悔改的时候 我要怎样报答 爱我的神 我要怎样拯救 如果我们免受这个债的时候 我要怎样回报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 甚至犹大 他也说 不如我牺牲算了 牺牲算了 不要叫我爸爸上去 他们学会这个 可能学到这个地方 各位 所以这个方面 我给大家一个亮光 约瑟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约瑟那时候 我们有读过也没有读过 但是我给大家看 那时候约瑟好像 不要马上认他们 如果大家去读那个圣经 不要马上认他们 约瑟那时候做宰相 埃及的宰相 不要马上认他们 因为他们来需要米 他们全世界摘殃了 没有那个米 不够吃这些 所以不得不要来到埃及买米 所以见到约瑟 他们不能够认得他们的弟兄 但是约瑟认得他们 但是约瑟当作他们不认识 他做什么呢 他做什么 他就做一件事情 他不要留在矛盾的关系里面 我们有任何的矛盾的关系 不要留在那个地方里面 如果你的心里面感觉好像不舒服了 你要想个方法 要查验 检讨查验 是你的错吗 是他的问题吗 这个是一方面 不要一直只有留在这里而已 你要找个方法解决 你需要美意的 也需要智慧的 因为你要和睦 没有这么容易 对不对 不是讲谁对谁错就完了 就是因为已经犯过了 如果你说没有问题 这个是我对不起 他也说对不起 不一定就和睦了 下次再来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这样 这次又是这样 就全部东西就拿出来了 各位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约瑟他做的一个榜样 他做一个 就叫他们欠他 欠他 很奇妙对不对 这个免债的事情 免债的事情 那又怎么样叫他欠他呢 但是怪他这些啊这些啊这些 但是其实真正耶稣 跟弟兄们和睦呢 是怎样呢 不怪他们一回事 把他们全部招来这个爱情 对不对 给他们一个地方 用温热的话告诉他们 之前给他们吃大餐 对不对 恩赖他们 各位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是谁啊 你所听说我们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用你的好行为 用你的平行 叫外邦人 看到你的好行为的时候 没有话说 这个是圣经的话 对不对 这个彼得前书三章 十一十二节那里的 对就没有读 所以各位 找机会 求神安排一个机会 你做的事 他们不会看到是故意做的 但是你是真心做的 你不是要挑什么玻璃间的 求神安排 其实你关心过 你故意 你的心有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过 你有爱过 不是没有 你很珍惜那个感觉 那个关系 对不对 但是你讲没有用 所以求主 那个开路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美意 能够做 这个是什么 我不可以跟你们讲 因为千变万化 对不对 但是找一个 求主给你智慧 按时 有一个时候 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 对不对 只要他们看见你现在 那个时候 当然你的心已经早就饶恕了 早就免了 但是这样做的时候 你这样做 这样免的时候 你的关系 跟他们的关系 可以进到更深一个地步 就是和 就是和 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放心 所以大家放心 我时间 我们会快快走 会把握 所以 这个免债的这个事情 会不会想一想 这个免债的这个奥秘 我们跟神之间的免债的关系 还有跟人之间的那个免债的关系 不是只有良心上的 我没有罪的这个关系来的 我们跟神之间 我说一次 不只是良心关系的 你不要只有感觉到他没有对你 人也是这样 人跟你之间没有那个问题了 你都没有做错 他也感觉没有错 不要觉得没有问题了 你没有做超过的 他不会感觉和的 不会和的 我们跟神也是 我们跟人也是 这个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 我一句话来这样说 所以 各位 为什么人需要福音啊 所以在这里 福音的这个独到信 独到信 反而叫更多的人 包括信 有些人说 信耶稣 耶稣 为什么信耶稣上天堂 不信耶稣下地狱 你们这个宗教 你们这个信仰 很独到 不好啊 信 为什么信到这样 好像全部的人 不信你的就是不好了 甚至这样 对不对 人都这样说 各位 各位想一想 其实我们福音 更加包括信的 怎么样说呢 有罪的人 为什么只是信耶稣基督 有罪的人 你信了主过后 罪得赦免 免债 免债 甚至免了人的债 在免这个的时候 免债的时候 不管是怎样的人 多元化的人也好 上帝都能够怜悯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种各样的人 无论多糟糕的人 都包括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说福音很独到吗 对 我们领受信息的时候 非常独到 你不信耶稣 没有永生 对 但是你接受过后 你接纳的人 反而更多了 之前 可能你接纳的人 能够怜悯的人 可能很少 可能很独 很独到 很小宣子 但是你信了耶稣过后 你的怜悯的心发达 那时候 有人 就干饭你 有人甚至你没有跟你做朋友 在一个做饭 一起餐桌吃的时候 都想做一个朋友 都想认识 有没有 其实福音本身来说 独到是独到 唯一是唯一 分别唯生是有 但是进到心灵里面的时候 无限 更包括信的 我也这样跟大家说 如果有人这样说的时候 你要懂得这样回答他 回答他 对不对 回答他 告诉他什么是福音 福音是这样子的 不是像你想象中 这么区别人 分歧人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第二 我们看 第二个 第二个 所以这里呢 那如何得到免债 而恢复和睦的这个奥秘呢 那 怎样恢复呢 各位先说 这个 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理解的 这个免债的这个事情 没有重生的人 他们的关系呢 没有到上帝的水准 不认识神 不认识这个 耶稣基督磐石 所以他们只有在多给 多善 就是在地上的事 这个事情 没有进到人的心灵里面的事情 只有重生的人才可以知道 所以首先呢 是我们要正确认识 爱他的父神 爱他的父神 因为一切的关系从这个爱发展的 所以 上帝 是爱的 因为上帝是爱 所以赐下一切的条件 所以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条件 因为祂是爱 这些条件呢 都是上帝给的 我们所有的条件 都是上帝给的 哎呀 有些条件 上帝给我 性格这些 我不喜欢你 有些喜欢 但是有些不喜欢 怎么办 各位想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都是为了叫你能够亲近神的 因为你喜欢 你可以亲近神 因为你不太喜欢的那个条件 所以叫你心里面有点破碎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你才能够亲近神 你需要神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正确的认识上帝 借着福音 什么是福音呢 怎样借正确的认识神呢 这里有三个 唯一的创造 全能的 赐永远的 应许的 按时成就的 信实的 我们认识的神是这样的 那一位 这样的神呢 这样的神原来是 耶和华神 这样的神原来 为我们做了一个晚归祭 在基督十字架的那个经义 就是流血的祭 这个流血的祭 在整本圣经都有的 如果我们要亲近神 认识这位神 这么完美的神 这么圣洁的神 我们需要一个宗宝 就是耶稣基督 来我们才能够亲近祂 对不对 正确的认识 但是你认识的时候呢 你接着祂你认识了 最后你需要什么 这个第三点 你要回顾 你要回顾 我已经认识神了 这个神已经是 我的阿爸父了 那我信主之前呢 祂是不是我的父啊 那时候你才会发现 原来我是创立世界以前 都是被认识的 蒙恩的 神的儿女 是祂所认识的 如果我都能够接触 耶稣基督 为我的个人的救主的话 那创立世界以前 祂都认识我了 所以我全部的条件 祂都认识了 各位这个东西是 一二三 虽然是这样讲 但是要在心里面要确认的 有时候要确认 要怎样确认呢 有时候 没有这么容易确认 是借着见证 也就是活在教会里面 才能够明白这个事情的 比如说 活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 在肢体方面 我明白什么叫 流血的忌 流血的忌 那个牺牲 那个代书 肢体为肢体的那个代导 所以我知道 耶稣基督为我的那个代求 感受到这个 祂是信实的 有时候我 神是信实的 有时候我自己看不到 但是人说见证的时候 我在生养 在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时候 慢慢发现 什么是神的信实 哪里有 在我的生命 然后听人的见证 怎么样能够解释 来看待这个也是上帝的引导 所以开始这个通了 所以有时候神的干涉 我不喜欢 但是你看到整个见证的时候 原来上帝使万事无相效率 有先后 有时候你等一下 你就看到万事无相效率 你听这个见证 活在教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这样确认的时候 有时候教会是会经过一些软弱的时期 有时候教会会经过一些麻木的时期 会有的 但是这些会过的 所以你心里面 也会明白什么叫做经得起考验的 对 然后上帝不只是爱你 传立世界以前已经爱你 现在也爱你 永远爱你 所以你比较能够体会 体会 各位有理解吗 所以有这个认识爱我的父 爱他的父 这个是也要接着这个看 我们看 我们听 我们确认 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五 虽然是一个中头的一个门徒悲训 比较深一点 但是过后呢 我们一起交谈 交谈 挺有意思的 挺有趣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觉得 但是我很喜欢 可能是因为我不用讲了 但是我很喜欢 因为我听大家讲 然后大家也慢慢有这个 有一个勇气 能够多说 多说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多学 学新山话 学新山文化 多学 多认识 我觉得这个多认识 然后多明白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见 上帝在你们的生命 怎么样叫你们成长 怎么样爱你们 怎么样在你们的信仰发动 这样 所以我就可以看见 上帝怎么样爱你们 这样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 上帝怎样爱我 爱万民 爱人 对不对 这个 然后 所以呢 因为明白了 也确认了 所以 才会明白什么叫做 神引导 这样的一个爱呢 我愿意学 愿意发展 愿意发展 所以那时候呢 以神的救恩工作计划为中心 然后看自己的人际关系 好像这样 我们人的生命 我们被上帝点到了 被上帝的爱触摸了 触摸了过后呢 上帝叫我们自然的 我们想要多认识人 想要关心 想关心教会里面的事 所以 这个叫做什么 个人福音化 变到家庭福音化 地区福音化 世界福音化 对不对 所以有两个 第一个 那个关系是跟自己的 跟神的 第二个关系就是跟万人的 跟其他人的 然后按着这个关系 按着这个目的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我们就会发现 按着这个目的的时候 我们所遇见的事 我们的条件 到底为什么有这个条件 上帝美意在哪里 遇到这些人 遇到这些事 你就会整个的计划 你就越来越会明白 这个借着福音 借着关系 借着遇见 借着条件 这个 所以再说一次 正确的认识 不 然后明白上帝的引导 借着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呢 第三 然后我们还没有到第四的时候 要明白这个交通 其实第四是讲到设罪 免在的这个事情 设罪治恩 但是还没有讲到这个设罪的时候 前面几个呢 要了解 要在心里面 才能够明白 才能够有持续的 第三 来自每一个人 与神交通的那个同性的差异 各位每一个人祷告 不一样 圣灵的代求是 都会有 各位每个人的代求有 但是呢 我们圣徒呢 愿意被圣灵指教吗 所以我们有这个事情 有些人比较多愿意 有些人比较少愿意 所以那个祷告 虽然是一样的祷告 但是不一样就在这里 所以圣徒的那个成功 就在于跟从神 得梦生的喜悦 就是愿意得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前面 一二三呢 因为要得免债 恢复和睦 恢复和睦 不只是要只有 没有问题对不对 我们要认识父 然后又要认识我自己的条件 要跟神和 对不对 所以需要知道 上帝在这个地方有什么计划 在我的条件有什么计划 然后你的祷告上要协调 那我们看第四 第四 所以这时候呢 怜悯饶恕人的那个关键 就在这里了 你认识了 你神和了 就在这个关键 就在怜悯饶恕人的关键 其实是明白献祭 所显明的救恩经义 这些第二大点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各位 各位看 其实这个关键就在福音的经义 救恩的这个经义 在救恩的经义 在基督的赦罪之恩 他的代数 罪得赦免 各位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个事情 一个人要明白 要能够赦免人呢 各位我也这样说 我们不能够赦免人 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 还没有恢复 那个蒙神怜悯 罪得赦免的那个生命 各位想这个 你经历 经历那个我是罪人的罪魁 上帝救了我 带死 上帝认识我 其实比人还认识我的 那个罪物 其实上帝更加认识 我的捆绑上帝也认识 我的需要上帝也认识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都被捆绑到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都认命了 都认命了 被捆绑算了 至少我在家 至少我有个家庭 所以可能都不想有任何的一些盼望 都会有这样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免在 不是只有说你的错而已 这个是我可能下个星期会多说 这个试探凶恶所做的事 有时候在一个安昧里面 有时候各位知道隐吗 隐 隐是你不可以说人完全错 被欺负 你不可以说人完全错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被人欺负 是他的错 是你的错 其实在中间的 在中间的 我不可以说是你的错 也不可以说是他的错 他是在中间的 各位知道隐也是一样 隐 你不可以说我都做不到 就没有责任 不可以这样说 然后有问题有试探 你不可以说没有问题 对不对 不是我的问题 是那个罪的问题 那个罪害我的 那个试探害我的 那个人害我的 是人欺负我的 不可以这样说 你要 这个饶恕是你有责任 他也有 所以这个饶恕是来到神的面前 洗净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明白 看清了 看清的意思来的 免戒是为了叫你看清 所以看清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到了 所以人的事情 你饶恕 不代表说 你就永远跟他说好话 不一定这样的 饶恕 就是你心里面是已经OK了 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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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理解吗 没有问题 没有那个恨 也没有觉得说他欠 你欠他的那个事情 甚至这个怜悯 这个饶恕的这个事情是 是马上 马上发生也可能的 不需要过程的 因为恩典临到的时候 你开始明白过来 清晰了 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 你的心 如果你得到这个恩典 他如果得到一样的恩典的话 可能他会更好 所以 你的心里面呢 感受到这个恩典呢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为什么我不能够怜悯 我不能够饶恕 因为 所以各位了解了 所以 那个问题不在其他的了 问题是 那个恩典 如果 如果临到他 必定会比我 他的转变 他的更新 甚至会比我更多 所以不是其他的问题 是 我们与神之间 个人的问题了 个人的问题了 无论什么糟糕的情况也好 只要你一个人恢复 与神的那个关系 那个赦罪之恩 他怎样怜悯你 他独 亲自看见你 你的那个罪过 能够怜悯 何等的深奥 那个罪 怜悯了 所以那时候你站起来 你明白 你饶恕 饶恕 因为 看见基督亲自 为你代数的这个事情了 然后 第五了 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没有怜悯 地级的人呢 接着 真与神和睦了 就没有全然的和睦 这个我解释一下 刚才讲的是饶恕 但是现在讲的是和睦 和睦是最后一个地步 最最后一个步骤 才能够得完全的一个免债 OK 这个比较深一点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解释一下 最后一个步骤了 为什么呢 各位想 如果你要能够以一个人的和睦 你要能够爱一个人 甚至说爱一个人 这个方面呢 刚才我刚才 当然已经给一个答案了 但是这个方面呢 是要怎样做到 这个是只有你继续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 和睦 爱神 爱神 为止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 你能够爱一个不太可爱的人 你能够爱他 能够跟他和睦 甚至跟他可以说有说有谈 甚至这样 当然我们盼望是能够这样的 对不对 但是有些可能是一直挣扎的 但是我们一直走向 有这样的时候呢 这样的时候要怎样做到呢 只有神能够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恢复爱神的 恢复怎么样爱神呢 借着神的爱 这个怜悯 到顶点的时候 充满的时候呢 你慢慢认识万民 万民 万民的那个丑陋 人的那个丑陋 肢体的那个丑陋 然后经过你的心灵 你还能够爱 你就能够跟万人和睦了 这个意思 所以我这里最后也给大家一个异象 如果我们有一些 不能够和睦的一些人 和睦的一些人 能够爱的一些人 特别是我们家人 如果有一些不能 不要苦毒 不要只有苦楚 你去爱万民 多认识肢体 多 爱万民 万民是谁啊 所以肢体 肢体之中呢 有一些好的不好的 男的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条件 你进去的时候 有时候 让他多讲 但是有一天我一定要讲 有时候 这样的事情来了 所以 你慢慢知道人性 人性你慢慢知道了 你在心里面 也知道这个是 基督可以饶恕吗 基督也饶恕我吗 明白基督的饶恕 基督的爱 在这个地方 怎样万事无相效力 色的爱 借着耶稣基督 没有隔绝的 这个事情 各位理解吗 教会很不一样的 我在讲 教会是一个很奇妙的 一个地方来的 也一个聚会 我第一年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来这里已经两年 差不多一半了 我来这里的时候 那一年 我就这个认为 那个认为 比较多 因为需要一些假设 然后有一些人我真的 不懂 不明白 不明白的时候 我就会多判断 甚至论断 但是人真的有很多种 有些人的那个 那个线 那个电线是 奇怪就是其他方面走的 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有些人是很会表现自己的 很会在人的面前说话 表现自己 这样的人他们自然的会多论断人 不明白人 为什么这样怪怪的一个反应 说这个讲那个 对不对 但是教会 有人来 然后继续来 的话 我们不能够不为他祷告 对吗 我们都要欢迎 我们都要甚至 甚至为他们多纪念 周间也为他们祷告 甚至要讲 所以呢 不得不要多认识 认识到深处的时候 我们甚至 他也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教会的那个关系是 甚至要找他回 要认识 为什么呢 然后甚至整个教会的那个 动态 全部有一点改变 都是为了他 各位教会 教会 有些人是需要多关心的 有些人不可以多关心的 你多关心他们会怕 对不对 有些人需要多关心的 有些人在群体里面比较舒服 有些人在群体里面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这个是我慢慢也了解 但是都是教会里面的人 都是愿意寻找真理 认识真理要清清楚的 认识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慢慢懂得怎样 理解人 理解 理解是为了什么呢 你不要论断 然后呢 有时候 但是理解的当而 一定有一些假设 一定会有些论断 对不对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教会是一直走向意志 有时候有一点不完美的地方 这个才写明我们有没有得意志 所以有信息在 有真理在 有真理呢 又有尽量和的那个地方 所以真理 肢体 真理跟肢体 这个两个 所以这样的一个运作里面呢 就那个和睦这样发生 死到万民 然后死到我很难理解的人 他怎样想 他为什么是这样反应 除非他是狗 除非他是外星人 除非他是没有灵魂 他活在这个地上 人活在这个地上 一定有一个理由 他会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反击 对 他伤害过 他可能触犯过 所以你要找他欠你的地方 所以你要他有对你有债的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 各位会理解吗 所以 所以这个免债这个奥秘 我很难用 但是很难讲 但是我们基督信仰都是一个奥秘来的 一个奥秘来的 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人有时候已经险了 已经久了 已经没有力气 忍耐下去了 做了几次已经失去那个 你在做的时候 我已经 时间已经过了 如果你以前这样做的话 可能还可以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甚至人都会这样讲 但是在福音上 因为你要拯救人 没有仇敌了 对不对 因为基督过后是没有仇敌了 这个方面继续学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家庭会有盼吗 家庭会有帮忙 不能够爱的人 有一天会和睦 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最后了 最后 最后就一个结束 一个结论就好 所以扩展关系的一个祷告 我们在这个方面 鼓励大家 我们继续了解彼此 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 我们要继续要 以四人分别为神的方法 就是我们一起 有福音的人一同相聚 一同相聚 各位 如果你自闭的话 你会越来越发现 你是越来越自闭的 没有一个人是 为什么会自闭 为什么会要一个人呢 因为 越来越舒服 本身没有顾虑到人 但是你会发现 你同时间会越来越自我 然后你也会越来越懒散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们要有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话 会越来越一个人的 我们是要多寻找 肢体的 肢体的 我们以肢体为中心 也要继续寻找多一点的肢体的 所以知道这个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两件事情 对不对 以福音的人相聚来分别为圣 然后接着来讨自己的竞赛 我这里也多说一个东西 特别讲到 我们六月有这个新马银会 教会的银会 我也鼓励 我也做长老的 我应该鼓励大家去 所以 给我啰嗦一下 所以 所以各位 我们没有一个银会 是没有恩典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一整年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 一整年 一整年有一个 有一个 退休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有一个 急重的一个地方 几天里面 我们清净主 认识肢体 我们每个星期认识肢体 但是真正的认识肢体 可能是要接着几天的 那个时间 我们认识肢体 有很多种方法 可能可以接着宣教 可能可以接着 孩子的事工 年轻人的事工 可能自己的事工是有 都是给神的 给神空间来到我们生命的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我请大家可以祷告 请大家可以祷告 因为这样说 我们信徒是需要相聚 然后有需要 如果你没有放 没有安排的话 好像比如说每个星期安排一次 然后一年一次 有安排几次的 如果没有几次的话 一次有一个退休 一次 你特别几天跟肢体在一起 没有旅行的话 我们现在这里没有什么 特别的活动 有一次退休的 这样的时候 大家才会感受到相聚 这个不是只有 圣经有没有讲淫会的事情 有没有讲退休会的事情 有 你看旧约 所以 节期的时候 他们是好几天在一起的 一直相聚的 这个是他们的淫会 当然没有讲淫会讲个字 但是他们安营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的逾越节 他们是七八天在一起的 在一起 吃也好 然后领取 然后纪念耶稣基督这件事情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 所以我盼望是这样 我也鼓励大家 为了跑自己的竞赛 为了自己的前进 为了自己的前进 你自己安排 不一定是新卯淫会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话 可能我鼓励这个新卯淫会 你安排整个整一年里面 我们假期有限 对不对 假期有限 所以 找出这个 一年 两年 三年 这样 每年不一样 相继要有一个理由 为了要多认识 更深认识 以前 我的认识法是 结果有讲话 有分享 我感觉到很好 很好 好像我有肢体生活 但是我慢慢发现 这个也不是 人会走 然后不是知心的那个肢体 没有成为同工 甚至没有成为同工 好像不是很知心的 也没有一样的一个感受 一样明白福音的那个意象的 能够一起带导的 没有这个 所以我发现 没有那个果子 所以我发现 其实 那个肢体的关系 还没有更深 到一个地步 能够 像好像 一直能够保持的那种状况 所以各位 要自己找 要自己找 你自己要跑自己的进山 我也跟我自己这样说 每次我就相聚的时候 我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可以来聚会 来的聚会 就散 来了散 来了散 你可能相聚很多次 但是 关系永远建立不了 因为你的心就是 来咯 相聚 然后走 来相聚 当然我们多相聚 就自然而然多密集 对 但是很奇妙的 也会的 我们多相聚也是 那个心里面没有放进心思 来建立关系的话 我们也会感受到生疏 还是很远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讲空中楼阁的事情 我们继续要明白福音 然后有肢体关系 甚至有人为我带导 自然的有人为我带导 关心 我也为人带导 如果没有牺牲的话 没有爱 没有那个代价的话 其实没有个人亲自的这个爱 各位理解吗 爱只是大概大概摸摸而已 摸的那个感觉而已 你真的有为一个人 有生死过 牧养过 或者带导过 或者牺牲过 那个感情才被建立的 被建立的 婚约里面 婚约的时候 无人风雨 什么之间 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没有爱 连世人的 世界的人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没有苦难 没有经过这个 没有真正的关系被建立起来 为什么我就讲到这个呢 因为饶恕 免我都在如同人的战 爱人爱神的这个事情 在祷告里面的事情 信息呢 有点深度 但是可以给大家多祷告的地方 我们 现在我们结束 我们一起祷告